人民幣的跌势 大家有留意過幾月前 因為美國連續加息 所以有些報道說 其實人行最初是有意圖將人民幣貶值 希望增加內地的出口 但是很快發現 所謂希望有秩序的下跌 變成一個失控的下跌 你都看到人民幣的跌势是持續加劇 特別是利安人民幣 我們看到 跌穿了現在的水平 幾乎是它催促以來的新低 這個問題就很嚴重 因為內地人民幣持續下跌 對內地的經濟已經構成了一個失控的情況 這個對無論是港股 其實港股最近的大幅下調 更多理由是跟人民幣下跌有關的 也都令大家很擔心 到底那個人民幣會不會持續失控呢? 相信官方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大家都知道其實最近 無論是剛才說過方星海 或者是一些更高的監保監務官員都說過 說不要跟中央對賭 因為對賭一定輸的 這個有一定的理由 因為中國有3萬億美元的 外匯儲備是全球最多的 萬一它要在市場做干預 或者插手的那個市場 的確是可以短期內令那個人民幣有反彈 如果你是沽空了人民幣就會輸死的了 但是這個干預其實過去的歷史都證明 有日本央行的歷史證明 其實不會長期有效的 到一定時候其實它已經沒辦法制止那個貨幣的跌勢 這個短期它可以做到一個操控 但是長期仍然人民幣的跌勢是很難制止 當然它可以重複2015年 我們有印象 當時人民幣急跌 中央是做了一些措施 包括了某程度的資本限制 那資本限制的意思就是不讓內地的資金流出中國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七傷權 因為其實如果你不讓外資走 那外資又怎麼會再回來呢 那這個其實那個殺傷力就很大 就是在2015年因為所謂的暴跌股市加上政權 可能受到威脅 那當時是有做到這個做法 但是我懷疑2022年的今天 就是在內地會不會再重蹈這個資本限制的措施呢 因為如果做的話 雖然限制到人民幣的跌勢 但是就是真的剛才這麼說 外資會更加快離開中國 那這個是一個幾災難性的結果來的 香港現在的確是人民幣離岸市場那個最重要的地方 那有七成的人民幣的交易都是在香港進行的 那大家剛剛見 上個禮拜BIS 就是國際結束銀行公報 人民幣在全球那個排名呢 也都由之前的4%增加到7% 那這個可能很大程度是因為俄羅斯 因為澳會戰爭呢 其實俄羅斯是大幅增加了使用人民幣的壓度 那這個也都令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地位是進一步提升 那但是這個很尷尬的就是 到底這些俄羅斯進行的人民幣交易 會不會在香港進行呢 大家知道剛才這麼說 歐美市場對俄羅斯 都是進行一些經濟制裁 如果這些俄羅斯的經濟活動在香港做呢 其實是會令人有些憂慮的 你見一些銀行已經馬上說到 不會跟這些俄羅斯企業做生意 所以人民幣離岸中心在香港呢 相信都會繼續維持的 但是好看就是到底中美之間的那個經濟角力 會不會由過去一個合作變成對抗 那這個關係會是怎樣變化呢 大家知道其實歐美市場都開始是 將一些投資在內地的業務都開始分散 大家看到蘋果公司 即是最大的手機公司 他們將鄭州市場那個富士康的廠房 因為最近染疫了 他們有30萬的員工都要撤離 那這個鄭州市場其實最近那個生產量都大跌了三成 所以你看到其實最近蘋果新出的iPhone14 他們已經將部分的生產線搬去印度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象徵 其實這個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 其實已經有一定的動搖 那無論是印度啦 一些東南亞市場 包括越南 其實都冒起著 去取代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地位 那所以人民幣的地位日後會怎樣呢 其實都還要觀察著 是因為你現在那個內地的防疫政策這麼嚴謹 其實外資要進入中國去做投資是 即是他們要管理現有業務的影響困難 何況你還要他們增加投資在內地呢 其實無論是在那個防疫政策上 甚至在那個政治壓力上 因為大家知道歐美國家其實對中國開始有些不信任 他們的外資如果要進入中國市場 可能都會面對不同的壓力 那所以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呢 已經開始受到一定的動搖 那加上其實中國本身那個工資水平呢 已經是增加了很多了 那外資如果要計這個勞動成本呢 其實在東南亞或者印度相對是便宜很多 那這個我相信會很影響中國 作為一個全球生產基地的一個變化 李克強說的那個內循民 是不是可以改善到人民幣的那些勢呢 但是大家留意李克強那個任期 都是去到明年3月 他都要退任的了 就反而由現在很大機會的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就接任總理那個角色 那到底未來這些所謂經濟改革派 就是全部換了下來 由所謂新的領導層 就是主要是習近平的核心的人物 去主理中國的經濟 會不會繼續推進這個經濟改革呢 其實都是一個疑問來的 那如果內循環 如果是本身因為防疫政策 大家看到因為防疫政策的影響 其實內地的需求 無論是在這裡消費或者是生產 其實都已經放慢了很多 如果單靠內循環是不是可以支撐到 整個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系呢 其實我們是有點懷疑的 這個都是值得關注的 就是供銷社大家會想起 會不會是回到文革前後 就是一些合作社那些形式 那這個是令人有點擔心 特別是剛才我提到 習近平提出一個要求 就是所謂防範財富累積 這個新的提議 其實會不會令一個平均主義 在內地再次出現呢 這個對內地經濟的發展 是有一個不明朗的因素 那他剛剛提出了這個 供銷社的合作模式 那到底裡面怎樣運作呢 我相信要一些時間去再觀察 但是由習近平講到共同富裕 是的確反映了內地經濟那個 會由一個先富起來 變成大家是平均主義呢 這個是對經濟是構成不明朗的 其實現在去到對美元7.3左右的水平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那我相信中央就最初我們記得 其實講到破七已經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是仍然都是跌穿這些支持位 那再向下會不會再去這些低位呢 其實很難預測 因為這個很視乎剛才這麼說到底 就是人行或者是中央會有幾大決心呢? 是用一些更大的力度去壓制那個人民幣跌勢 如果剛才我說一大約會儲備去干預呢? 其實可以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如果講到總結人民幣對中共經濟的影響呢? 我們真的留意著那個股市的影響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人民幣的跌勢這麼加劇呢? 其實大家看到港股甚至乎連15000點都失售了 去回十幾年的低位 這個其實都挺可怕的 就是大家過去一段時間 就是那個在股市的收穫都化為烏有了 更加不要說就是大家的強積金 因為強積金其實不少部分都是投資在股市那裡 大家看到今年以來強積金的虧損的情況都比較嚴重 這個對不單單是股市投資者 對香港市民一般大眾其實都有影響 這個我相信 但是這個其實投資者就很被動的 要好視乎內地有幾大決心去 真的重新搞好經濟 而不是再糾纏在一個防疫政策上 好的 多謝先 我們剛剛是我本人 還有港台的韋士安 還有李宇珍幾個人 我們在英國成立了一個海外傳媒專業人員協會 這樣就簡稱全協 其實我們的目標都很簡單的 我們希望可以聯繫到離開了香港的傳媒人 我們希望關注香港的新聞和資訊自由 這個其實講來就好像很口號適 但是我們的確看到最近 由《立場新聞》的兩位前總編輯受到審訊 看到的罪名都是匪夷所思的 包括普通的人物專訪就會被標籤成 是國德媒體的支持他們 甚至乎是很多的訪問裡面 都是一些比較中性的報導 都會被界定為煽動國家的仇恨 這個我們覺得作為一個媒體 這些其實是過去匪夷所思 但是我們很希望就是 無論是以前在職 或者是仍然在職的一些傳媒人 離開香港之後 我們可以匯聚在一起構成一個聲音 我們是關注著 也都給香港的新聞工作者知道 我們是一直關心他們的 我們很明白現在在香港繼續 很多新聞工作者他們很努力 就是在紅線處處之下都是希望可以盡量報導真相 報導事實 但是壓力是很大的也都明白 這個希望我們在海外的人可以繼續關注他們的 我們協會的另一個任務就是希望可以做一些項目 就統計到底離開了香港的媒體人的數目是多少 大概分散在哪些國家 也都希望更多成員加入我們之後 我們希望會和一些不同的國際記者組織 包括英國的國際記者聯盟 另外就是國際記者可以組成做一些培訓 是給一些有意離開香港之後 在外地繼續從事媒體工作的人 做一些的培訓項目 包括在語言上 其他的採訪的培訓上 我們都希望可以日後做到這些角色 那就加強了海外媒體人的聯繫 暫時我們會員剛剛收了幾天 數目都是增加近的 其實來自世界各地都有 有澳洲、有美國、英國本身都有 日本都有 所以希望我們會聚到不同的人 就可以大家 就是明白大家分散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們很難好像以前香港那樣 那麼容易聚在一起 但是希望透過協會一些聯繫 大家都知道彼此仍然在這裡 大家都知道仍然是支持香港的新聞自由 其實都挺可惜的 記協做了這麼多年 連關於香港新聞自由的報告都 今時今日就不能夠再做了 這個都明白的 因為在香港政治壓力之下 其實是有一定的風險 我們會視乎資源和人手 都希望繼續接受這些工作 是令大家更加了解 香港現在傳媒面對的群境 更多研究 要求情報告 認真的 所以我可以fa成為 要求纏路 也要穿過 是